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达到迅速停车的目的 车位的侦测以挡轮器上装置超音波赶车的方式 将车位使用状况的讯体导引人机界面 由系统决定最近的空位 据以判断优先的停车位置 以显示导引行车动线 建议车主前往指定位置停车 并以灯号显示使用者有无停拖车辆 完成车辆的导引 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扎燃机设计 我们的扎燃机设计师参考了铁路平胶带的扎燃设计 其中大型的扎燃只使用一个马达驱动 利用滑轮及钢索来联动 就能让铁路两侧的扎燃升降 其机构如图二 就用下图所示 这边一个马达配合上滑轮及钢索 能够控制两边扎燃的升降 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的扎燃机 我们扎燃机的特色是 也只使用了一颗马达 配合上打档的方式 应用马达正反转来控制两边扎燃的升降 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超音波的侦测系统 还有我们的车位灯号指示器 我们在挡轮器的前方 加上一个超音波感测器 配合上我们侦测的距离10公分 当车子在10公分以外的时候 绿灯将会闪烁 让车主知道这个位置可以停 当车主停到10公分以内的时候 红灯将会亮起来 让车主知道我车子已经停好了 接下来 接下来是我们的作品 我们将作品的第二层 作为实际停车的状况 当车子在10公分以外的时候 绿灯会闪烁 然后当车主停到10公分以内的时候 红灯将会亮起来 并且知道自己车子已经停好了 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作品的第一层 它用来模拟整个停车场的状况 我们用石黄开关来代替下面超音部感色器 来方便掌控整个停车场时的状况 配上七段位显示器 用来显示停车场内目前剩余的车位数量 接下来 我们示范第一台车进场 配合我们的人机见面 让管理者方便留意到现在所有的资讯 第一台车预备入场 我们将炸弹机打档到入口位置 炸弹升起 这时候系统原地界面上将会显示最近的停车位置 让开车人知道哪个车位距离我最近 好让车子停进去 先用地下车模拟的一个车位进场 当车子停好之后 画面上将会即使传送资讯回去 让管理者知道目前车子已经停在A1车位上面了 这时候炸弹放下 接下来 我们模拟第二台车进场 请停止A2车位 这个系统一样会引导你到最近的位置 也就是A2车位上渔停车 第二台车入场 接下来第三台车 一样是引导到最近的A3车位渔停车 这时候我们示范出场 关掉 接下来我们要示范车位优先权的判断 我们先让第一台车离场 车子是出场位置 让它出场位置 第一台车离开 这时候可以听听看到 铁场内身影的车位还显示6 接下来 示范车位渔远很短 我们再让一台车进场 上一台车是入口位置 这时候界面上 你将会引导到你最近的位置停车 这是我们的特点之一 第一台车到最近的位置停车 然后上一台车放下 就这样 接下来是停车场已满池的状况 如果停车场已经全满的时候 假使有一位车主想要继续停进来的话 系统上将会显示 请置下一个停车场 这时候如果按按钮起飙 乍然也不会升起 让车主知道这停车场已经满了 然后再放电视频 就是在顺利远备的时候 就是应急停车场